BTS在2022年宣布暂停团体活动 随后成员们陆续入伍服役 预计在2025年结束军白旗 不过根据HAB的最新消息 BTS的完整体回归时间可能延后至2026年 HAB首席财务官李金骏表示 尽管BTS的成员们预计在明年6月全员退伍 但考量到团体的重新整顿和活动筹备 完整体的回归时间可能会比预期晚 虽然BTS的完整体活动 仍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随着其他艺人的崛起 BTS的收入占比将有所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BTSJEN GIN退伍后 积极展开个人活动 最后也在入伍期间推出作品 成绩相当亮眼 这也显示出即使团体活动暂停 这人们仍能保持活跃 不过HAB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公司营收表现不如预期 净利润相较去年同期瑞减了98.6% 因此BTS的回归 被视为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